我會希望說把資料爬下來 那爬下來的部分的話其實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就是我們之前的大樂透的範本來用 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前面不是有一個範例程式嗎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是下載什麼 下載那個 就是大樂透資料 但是其實會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改 首先第一個網址一定要改 這個網址的話去抓那個什麼 抓那個大樂透 樂透語音上面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最大的差異 POST跟GET最大的差別 其實呢就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參數有沒有 寫在哪裡呢 有沒有 寫在這個後面 從前面一定加一個問號 那如果是POST這個叫GET 所以這個方法叫GET GET 然後呢另外一種叫POST POST的話其實就是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要 把剛剛的那個部分 拿來做修改的話 Ctrl C 接下來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把它貼到程式裡面 這個貼在哪裡呢 把它貼在那個 我們的程式的下方好了 把這個程式呢 把它貼到我們的程式最下方好了 那這邊 看另外 貼到這裡好了 OK然後 把它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叫做 下載好了 OK 然後第一個的話改哪裡 UIL 所以這個地方 UIL部分的話 我們是直接拿什麼 拿特別注意喔 拿這邊的這個網址 特別注意 這個網址上面有個網址嘛 就是這個網址 記得喔 它一定會顯示每日 外幣的參考匯率嘛 所以這個把它第一個 複製一下 第一個 那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把它蓋過去喔 所以記得喔 要不你如果沒把握的話 你可以把它先 留下什麼呢 一定記得喔 留下分號 跟那個什麼 後面後雙引號 那也是把那個 剛剛那個網址放在這裡 OK 那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傳參數呢 很簡單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什麼 在那個 就是Web Formating這邊上面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參數給他 因為我要用POSE 去傳遞 所以你就在這邊打一個叫POSE 然後叫POSE TES 就是我要傳遞的那個 參數喔 我就另外再增加一個 引數 那放在這裡 OK 那這個引數的話呢 有兩個 你可以看到剛剛我們不是有查出來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Query的Start Date OK 這一個 或者你乾脆直接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其實就貼在這個後面 貼上 第一個 然後呢 特別注意 這邊的格式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那個格式的話 第一個 Query Start Date 這個名稱一定要一模一樣 一個字都不能少 因為你如果插一個字 你最後結果一定會錯誤 那中間的話呢 請你加一個End End是串接 然後第二個的話再把什麼呢 剛剛的那個第二個 就是這個 Query End Date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你一樣可以把它 用複製的 然後呢 把它貼End 後面再加上一個 這個 Query End Date 然後 另外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中間的符號 我其實最後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也有放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有關就是 規律的部分 剛剛的畫面 其實我也有把它 照相 在第六頁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哪個地方要改 冒號的部分 請你改成等 等於 就是這個 參數 等於什麼 後面的這個 OK 然後End 這個參數 等於 所以 剛剛的地方 貼上之後的話 請務必還要改 改什麼地方 把冒號改成等號 也就是說 我要查詢的 Start Date 就是這個 然後End End Date結束的部分 就等於 那它那個 上面的符號是用那個 冒號 所以你把它改成等號 否則的話應該會出錯 OK 這個地方要改 所以也就是 如果拿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 就是 那個大樂透的範例來改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改了 第一個 這個網址一定把它修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增加一道 Post Test Post Test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來自於 我們上面有個叫什麼 Payload的那個 參數 它參數其實就躲起來了 意思是說 它把那個參數 把它藏在 那個Payload裡面 讓你看不到 不過其實 倒高一死 磨高一丈 所以有時候 它也許不讓你爬 那你可以想辦法還是爬得下來 OK 這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打怪一樣 你反正就想辦法 把資料一定要爬下來 想辦法 這個方法也是我想出來的 OK 本來沒有 後來我發現 奇怪 怎麼抓不下來 OK 我用之前的方法 怎麼抓就抓不下來 就是空的 後來我就想 對 它這個應該是藏在裡面 所以呢 我就查了一下 發現它其實可以 傳那個 Post Test 所以呢 我就用這個方法 那至於說 怎麼知道這樣改 其實也是按照我的直覺 有些規則反正就套上去 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是還抓不到資料 為什麼抓不到資料 理論上 這個 像你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 這邊應該是還是空的 因為抓不到資料 那原因何在呢 居然抓到了嗎 OK 再一次 我看一下 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下來了 不過這個資料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它這個資料的話呢 變成什麼 變成像這樣的一個 形態 所以 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哪個地方呢 特別注意 這個網頁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參數 不知道各位 前面有沒有印象 就是叫Web Table 這個Web Table 其實 預設是 五 意思就是 什麼呢 網頁裡面的 Table Table的表格 第幾個表格 第五個表格 那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 這上面到底是不是 第五個表格 那我怎麼知道 像這個 這個地方的這個表格 是第幾個 其實有個方法 你看按右鍵 一樣檢查 檢查之後的話 這個 相對比較麻煩一點點 你可以看一下 網頁裡面 只要是 Table的話 他的標籤 一定是 長 長一個 一個 小於符號 然後後面的話 是一個 Table 所以你可以 其實這邊應該是 Table 你按右鍵 檢查 比如說你選取日期 檢查 那你會發現 這邊 這邊就有個 Table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 Table 是在這個網頁裡面 第幾個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有個方法 你可以 尋找的方法 我後來想了一招 第一個 你可以把 Table Ctrl C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然後再按Ctrl F Ctrl F的話 其實是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 有幾個 Table 然後呢 記得 Table前面加一個 小於符號 為什麼要加小於 因為這個 只要是網頁標籤 一定有 小於符號開頭 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 你會發現 如果Ctrl F 就尋找 尋找之後的話 尋找這個標籤 也是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 Table 它會顯示出來 總共有八個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在第幾個 你可以有個方法 就是用上下鍵 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只要第2個的話 其實是這個 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第3個 所以 可以知道 這個是第2個 下一個在哪 下一個就這一個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把那個 Web Table 改成多少 改成3 基本上就會抓到 這個表格了 所以特別注意 就把 Web Table 改成3 然後呢 再來我們 Run 一下 這邊把它改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個 這個數字把它改成3 這樣的話 我們來抓取 應該就可以抓得到 我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 這邊是對 Web Table 等於3 那其他都沒變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 因為剛剛是 Web Table 等於5 那5的話 我們看一下 其實5的話 可能就是 會抓到什麼 比如說這個是第3個 那下一個 這是第4個 第5個 有沒有你會發現 為什麼剛剛抓到的是 那個一堆的文字 其實因為我們給它的是 Web Table 等於5 所以他就抓到這個東西 那幫你把這個東西抓到 我們的 Excel 而已 OK 所以 這個方法 我是覺得 還蠻好用的 但是這個方法可能要 特別 注意一下 我再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招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試試看 選取日期按右鍵檢查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就有 Table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第幾個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Table Ctrl C 複製 Ctrl F 複製 尋找 然後把它 Ctrl V 貼上 記得呢在這個前面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那它會顯示出什麼呢 你的 網頁裡面總共有幾個 表格 那目前你在第幾個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向下一個 然後下一個 第2個在這裡 第3個 第3個就試了 所以你就填上3 這樣就OK了 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的 把它改3 其他不改 執行一下看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順利的怎麼樣 幫我把 這個資料給抓下來了 那我給它的範圍是 2021的 11月1號 反正就預設了 那如果我要多一點的話怎麼辦 一樣嘛 其實第1個你可以在前面先加一個什麼 把這個網頁的資料 先清掉 所以 加一個什麼 Sale 點什麼呢 點Clear OK把資料呢 先幫我把它清掉 然後呢我重新下載 那下載範圍其實要改這裡就好了 改什麼 會不會太多啊 好啦直接改什麼 改 0101 那也就是說呢 把2021全年度的資料 全部我下載下來吧 試一下看看 會不會 時間比較久 我試一下 Clear 然後呢它一樣 當然最後它跑 是最後一行 所以如果假設你 程式 這一行出錯 那表示上面可能有錯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下載一下 其實倒還好 大概一兩秒鐘 資料就下來了 然後看一下 資料也OK 是不是1月4號 對沒錯 有沒有 然後Ctrl向下 12 月27 也沒錯 200 200多筆資料 並不多 但是呢如果假設 你要人工的方式來抓的話 當然 應該也是 會非常花時間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果這個OK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的功能 再加到我們 這個 程式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如果 假設擔心 還是會有問題的話 請各位 也可以參考 在雲端 白板上面的 第7頁的地方 第7頁 總共 14頁 裡面的第7頁 那我有把 剛剛的這個程式 一樣 貼到那個雲端上面的 其實我主要是利用那個什麼 大樂透 那個程式範例 來改 那其實主要呢 就大概改了 就是第1個是網址 網址修改 OK 第2個的話呢就是加一個 PostTest 然後第3個就是改那個 WebTable 3個東西 那改完之後呢 執行 資料就下來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喔